而是阿南问旧托菩萨约 善男子应云和恭敬供养彼世尊 要是流离光如来 续命翻灯 赴云和造旧托菩萨严大德 若有病人欲托病苦 当为其人七日七夜 受持八分斋戒 应云饮食 给予资据随利所办 供养彼除僧 昼夜六时 礼拜供养彼世尊 要是流离光如来 读诵此经四十九遍 燃四十九灯 造彼如来形象七驱 亦向前各置七灯 亦灯亮大如车轮 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绝 造五色彩帆长四十九扎手 应放杂类中生自四十九 可得过度威恶之难 不为诸恨恶鬼所持 有的人死啊 有种种的原因 他不是命该绝了 他是被人家给整死的 不是人整死的 是恶鬼整死的 前世有冤 那你呢 到了人到了 他呢 到了鬼到了 鬼有鬼的本事 鬼有鬼的本事 你还不能小看这个鬼 我看过一个故事 一个一个年轻女子 十七岁 掉到水里淹死了 淹死了以后 这些老鬼可怜他 说你看你十七岁 年轻轻的 那就是死了 我们帮你跟你商量 你愿意不愿意 借尸还魂 这个新鬼 他不知道什么 叫借尸还魂 这些老鬼有经验 就给他讲 然后四处给他找 他说他说愿意 能够很快的回到人间 他愿意 大家有个找 找了半天呢 没有找到年轻的 找到一个四十岁的 中年妇女 得病了要死了 他让这个 问这个年轻的鬼 你要入到他的身体里面 用他这个身体 你认为行吗 这女的心想 我怎么做 也比当鬼强 愿意 然后这些鬼呢 就帮助他 到这个妇女 她的丈夫 那个车子后面 坐着 有的人长了阴阳眼 他能看见 说哇 你好福报啊 你交桃花运了 别胡说啊 哪有这回事啊 老婆在家里 病得要死了 你拿我寻开心呢 这个事是真事啊 台湾上各大报纸 都报道过 若干年以前 有一本书 我讲这个故事 讲了很长时间 因为很长 很详细 很多记者访问了以后 记载下来 然后到那一天 这个中年的女的人 一死 她都进去了 进去以后 她醒过来了 醒过来 她谁都不认识 她不是一个家乡的人 她说的话 是另外的话 这些本来是熟悉的人 都不认识 还得慢慢学 但是事先呢 这些老鬼都跟她 教了不少 她懂 她很听话 由于她年轻力壮 这个女的四十岁 死了以后 这个身体以后 特别的健康 没有毛病啊 在地里 坑着坑着干活 原来年老体弱啊 就不行 干不动了 现在干活没有问题 嗯 这个先生倒是蛮高兴的 这是一个真事 说明的人呢 他有这种情况 可以借失还魂 那鬼呢 他有这个本事 不是鬼呢 都没有本事 鬼可怜 但是有些鬼 真的有本事 而且鬼呢 你看没有 他互相帮忙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得罪了鬼 以后 鬼把人的命给弄走了 他也可以把你的命弄走啊 这一段呢 讲了很具体 很具体的 如果人有了重病 要想让这个重病好 应该怎么办 这个法门推广的不够有力 你做起来不太容易 如果有条件 仿真的这样做 我想一定有效果 因为如来 从来不说假话 嗯 如果这个人命不该绝 听好了 是鬼害他的 命不该绝 寿命还没有尽 用这个方法 一定能够活过来 一定能够救活的 如果说命就到了 那就不行了 延长几天 也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呢 干脆 念阿弥陀佛 或者念钥匙佛 往生就好 如果不然的话 就开这个钥匙法 后来做这个钥匙的佛事 然后这个人 真的能够活过来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不再多讲 具体内容 下一讲我们再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故事是发生在云林卖辽这个小地方 当年一个四十多岁的富人 叫做吴灵网腰 当他被医生判定死亡之后的三天 竟然奇迹似的又活了过来 更诡异的是 这名富人仿佛得了失忆症 他忘了所有的亲人 连自己都不记得 但却口口声声地告诉旁人 他叫做朱秀华 来自金门 起初大家以为 他可能是精神失常 却没有想到这名富人 他没有发疯 也没有说谎 他所说的一切一切 都不是下掰 新闻媒体向金门县政府 社会局来查证 结果发现朱秀华 口中所说的父母亲 的确真有其人 那么接下来的发展 更令众人目瞪口呆 吴灵网腰醒过来之后的 说话语气 完完全全换了一个人 而且竟然还带有 浓浓的金门腔调 原本不试字的他 不但会写 而且自己写得 非常工整漂亮 在这个身躯里头 装的是另外一个灵魂 种种难以解释的迹象 让人不得不相信 所谓的戒尸还魂 是否真实存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非常虚心地 要从科学 以及宗教的角度 来探讨灵魂的存在与否 当年这起发生 在云林麦聊的真人真事 究竟是不是所谓的戒尸还魂 首先我们来听事件主角 他的离奇遭遇 不能当有类似我们讲的 极其价预的一个伴侣 才能更然会有一些所谓的 去等格化的现象 或去真实感的现象 在道家来讲 是叫做罗瑟 所以可见罗瑟这个现象 在明代这边 而不是一个新的现象 几千年来就有了 感觉那个时间 那个人会出品 还在等着这个时间 还会忘记 这位白髮苍苍 今年已经高龄 将近九十岁的老太太 就是四十五年前 被媒体形容为 借尸还魂的新闻人物 吴灵网腰 民国五十一年 当时的报纸 曾经刊载这么一段 离奇的故事 吴灵网腰老太太 在民国四十八年 被医生判定 弃绝身亡 没想到三天三夜破口 突然醒了过来 那一刻她的意识 从一个四十几岁的 吴灵网腰 变成了另外一位 十七岁的金门女孩 你有没有表現说你是金门人 对啦 我那里的人就那里的人嘛 你有没有说本名是什么人 有啊 有说我自秀华 你自秀华 我姓秀 这秀华 有没有说有什么来着 去桌子桌子桌子 我说是我那里的人嘛 从吴灵网腰变成了朱秀华 到底怎么一回事 当年所有的亲朋好友 都以为原本的吴灵网腰 精神失常了 没想到经过查证 所谓的朱秀华 是真有其人 他们家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我记得我的小时候啊 是我 那里面旁边呢 有一位祖庆先生 祖庆先生呢 他是在警察机服务的 他是 我意想当方是 常任警察机的 一个厨师的工作啦 主管的 常任警察机扫盘 那他起了一个太太啊 各自爱爱的 叫做 我们闭南法队 叫他 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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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我的印象是这样 那里面我穿什么 我会叫阿箴 我会叫阿箴 我会叫什么 他不必来的 他也说 我是这个小姐 他怎么会叫我 叫我这个 叫阿箴 也说是很奇怪 他在香港 他本来他十多回来的时候 他会说 他这个手都 又没命啊 这胖胖啊 他怎么来这里 就能有告白 朱秀华借尸还魂的故事 要从民国四十七年的 823炮战开始说起 虽然包括当时的医生 并不相信有所谓的借尸还魂 可是当时的媒体 却巨细米夷地 写出了查证的过程 不得不令人大叹 不可思议 朱秀华向媒体描述 他当年为了躲避炮战 搭上了渔船逃亡 没想到渔船中途 被炮弹给打中 损毁的船身一路飘浮到了 云林台西乡的海丰岛 当地的渔民为了抢取 船上的财物 竟然将一席尚存的他 推入了海中 这段过程经过查证 证明不是下白 他坐我们去 有我们一起的一台车 有五个人去 去到海边那里去看 他说 他说 他那种贵心的时候 那种是在哪里 贵心你不知道 他说 在哪里在那里 那里在那里 那里在那里 那里在那里在那里 那里在那里 那里在那里 有些会认为 他在死亡之前 一些记忆 会认为 他是另外一个身份的 一个状况 这个有点类似我们 在解离症里面 所提到的 有多种能格 或所谓附身的情境 你问一下 你只会知道 你来这里 就像你故障 来这里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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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去过金门 却知道自己还有兄妹 果真是见尸还魂吗 武林网药的身体 装着朱秀华的灵魂 现在的老太太面对镜头 她保留当时 灵魂骨体的详细经过 不过却说出了 在医学上 所谓的灵魂骨体经验 可能会遇见的状况 灵魂造成的像有 有看的庚吗 有啊 有啊 有看的什么庚 看到我们庄的庚 什么庚 去接人 接人 去接人 你去接人 接什么人 你怎么说 才说 庚是一庚的吗 是 是 就我们来 看买来 站成岛 这样 对啊 这样 就是这种庚 庚 盟魂骨 都不拔离 做产人 都不拔离 但是以来 是以来 是以来 有来到的 有好事 以来是拔离 拔离 在云林麦了 当地的居民 对于朱秀华 借施还魂的故事 都深信不疑 觉得这是神明的启示 亦在提醒世人 恶事故作 因此还特地为朱秀华 盖了一座庙 推举他担任主任委员 宗教的说法 信者恒信 或即使在科技 日新月异的今天 不论是 武林网腰 或者是朱秀华的经历 在科学上 目前都还没有办法 找到一个 合理的解释 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 都好像一本精彩的小说 可是这本精彩的小说呢 偏偏少了 开始的一页 跟最后的一页 让我们不知道 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尤其是对死亡 大家都充满恐惧 也不知道死后的世界 是怎样的 不过不要紧 很多人死过 也有很多人死了复活 他们复活以后 对我们说过很多 关于死后世界的经历 我们很感谢他 为我们揭开死亡之谜 44年前 轰动全球 借尸还魂的那件 灵暗的男女主角 少女朱秀华被杀冤魂不息 借了这位 病妇林网腰的尸体还魂 岁月无情 这位历尽风霜 满脸皱纹的 吴秋德先生 无法忘记 在1949年当天 同床共寝的太太 林网腰 被一位她完全不认识的 少女灵魂所借用 长达44年之久 她向摄影队 讲述当年的灵案 她的太太林网腰 在医生会诊 证实在全无疾病的情况之下 昏迷欲死 一个晚上 林网腰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坐了起来 说自己已经换了另一个人的灵魂 那是一位在百里之外 在金门被海盗推下大海 惨被淹死的朱秀华 届时还魂被各国记者争相报道 灵魂学家纷纷来台测试 当年这件事引起灵魂界很大的回响 经过多方测试 依然无法推翻 外国灵魂学的研究 也对这件事有详尽的记载 而朱秀华一夜之间 由一个普通的村妇 变成一位国际医学的试验对象 遇到这些难得一见的灵界案件 我是绝对不会轻轻放过的 我不断提醒自己 要以客观而审慎的态度去追寻真相 于是我亲自去麦聊去 明察暗访 终于找到了几位当年的目击证人 李网游当天死的晚上呢 曾经有什么遗言呢 吴秋德的侄女吴蜜贵 目击了整个届时还魂的过程 见证了一件灵界的怪事 这位当年跟吴秋德先生在一起工作的苏先生说 朱绣华届时还魂之后 甚至连母亲也认不出来了 可是能够叫出她的名字 为什么呢 原来在没有还魂之前 鬼魂一直停留在吴秋德 跟苏先生一起工作的地点 所以他们早已经有庶面志愿 吴秋德的同床好友徐老福说 李网游在过世以前 是一个性格朴实 目不识丁的乡下女人 可是换了朱绣华的灵魂以后 不但衣着摩登 而且知书是礼 为吴秋德的建筑公司管理整盘生意 简直变了另外一个人 他眼看这两种极端的性格 先后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开始感觉到莫名其妙 后来才恍然大悟 这就是借尸还魂了 为什么这里的村民 相信李网游不是神经失常呢 吴密贵提供了几样有利的证据 他在这里的村民 为什么这里的村民 相信李网游不是神经失常呢 吴密贵提供了几样有利的证据 那是金梅的地方 那那组三 以前那个呢 就很喜欢组寒 那现在这个呢 就成一组装枯的 不组怪的 这个分别 由于各国科学家 把朱绣华当作怪物来研究 所以在这几十年来 他已经身居检出 不再接受外界的访问 在我们一再诚意的要求之下 吴秋德终于答应带我们去找朱绣华 可是朱绣华亮相的机会 依然是十分渺茫 吴秋德回忆当年发生事故的情况 突然很感慨的说 借尸还魂这四个字 曾经让他差点做了政治犯 接下去 他说呢 那时候呢 他老婆不是死了 借尸还魂之后 他说是不信的 他说哪有这样的事 后来就查查了 查了很久之后 搞了很大的事 总结是他要这一件事之后 叫下令 要人呢 去金梅查 是不是有这个人 他说查了之后 是真的有这个户口 眼前人曾经借尸还魂 上天为什么对他特别厚爱 让他在别人的身体里面 再续尘世未了原 长达半个世纪这么久呢 在我们一再请求之下 朱绣华依然拒绝泄露其中的玄机 我们非常失望 无计可施 只好表示暂时回避 在隔壁的镇天宫内 我诚心上香 想不到香还被烧完一半 奇迹突然出现 借用别人的肉体四十四年 朱绣华切身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访问和资料 原来他曾经这样说 我占用别人的肉体 就像住了别人的旧房子 怎么会觉得舒服呢 况且我用这个身体之后 要担起林莽妖的生活担子 扮演一个完全不属于自己的角色 说起来 真是有点后悔再度来到这个世界 当我们问及他 有关当年被截杀的情形 他欲言又止 感出泪光 我跟尼淑君也看得出来 他是不想再提这些痛苦的文字 我们又怎么能忍心再苦苦相逼呢 最后他对我说了一件 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的经历 当天他的魂魄 首先寄存在张里墨黄爷庙三个月 然后遇到一团神秘的白光 借着这股力量 使他能够进入阳寿已尽的 林网腰的肉体 过程竟然长达二十一天 这段经历令他痛苦难忘 在我追查届时还魂这件灵暗的过程当中 我发觉冥冥之中 是有一股力量在控制着这件事 那他有见到冥冥的样子是怎样的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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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请这个信东 tho 习 inim同様 很勇敢 说你 future revolve 要现在是有一个示威 适学 所以说灵光邀遲 我问他 林网腰自己的 不用了 不想是 没有 不想是 你说 这个人都不会说知不知道 就是哪一种方法 他都 朱续华跟很多死后复活的人一样 都异口同声地说 死后看见一条光柱 这条光柱就会显露几种不同的颜色 进入不同颜色的光柱里面 就有一个不同的世界 各位观众 如果我现在邀请你做出选择 你会选什么颜色呢 其实这些不同颜色的光柱 是代表六道轮回 如果你选白色的光柱 那么就要恭喜你了 白色代表无我是天道 也就是俗一所说的神仙世界 想要什么有什么 可是依然会有天人五衰 再度痛苦死亡 重入轮回之苦 选红色的光代表心存贪念 过分执着 是恶鬼道 那些孤魂野鬼就是来自这里 如果你选择蓝光 那就更不恭喜你了 是畜生道 对情欲性爱过分热衷的人 很容易受到这种光线的引诱 如果你选择绿光 是阿修罗道 会变成上人身 是好用斗狠的神灵 选择黄色的光 代表你难以隔舍世间的物欲 不过因为种下了很多善因善果 所以下辈子又再重新做人 选择黑烟 代表你有很多罪念要入地狱道 不断要受苦受刑受审判的感觉 如果你们今天选择错了 不要紧 若干年后你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很多年前已经进入了六道光 以研究灵界最有名的一位日本朋友 知道我们访问了 戒失还魂的女主角朱秀华之后 也接受了我们的访问 讲述她的死后经历 这一年七月 我由台湾转积北上东京 来到这里 拜访我多年前曾经有一面之源的 国际知名巨星 丹波哲郎先生 为什么丹波哲郎会对死后的世界 特别有兴趣研究呢 原来他在还没有投胎 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在灵界已经接受了一个使命 就是要他在这一生 把人跟灵界的距离拉近 令人在死后可以选择正确的道路 他说可惜投胎之后 这部分的记忆系统被物语完全掩盖 直到他年纪大了 就好像瞎子摸到了火一样 突然惊觉 死亡逼近 才想起自己的这个素质的使命 丹波哲郎说 自从在1848年纽纽纽约发生了一件死人还阳 报告死后世界的灵案之后 他送给我的一本珍藏彩画册 里面很生动的描写了他所经历的死后世界 六道光所代表的每一个境界都很清楚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这些死亡智慧对于我们这些终日胃口奔斥 只懂得争鸣夺利的城市人 简直是当头棒喝 我还清楚地记得丹波哲郎这本画册里面 有一行写着了解神秘的大灵界 是人类超越生死的必经之徒